中秋过后,中国迎来70年大庆,2019年只剩四分之一不足。 这一年,美联储结束了紧缩周期,主动开启降息闸门, 欧洲、日本及新兴国家跟进,全球泛起货币宽松的大潮, 进入负利率时代,国际机构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全球民司机时间渐行渐进,中美之间打打停停, 从贸易战到汇率战、金融战,中国宽松的国际环境一去难复返, 中美关系犹如激烈吵架的情侣,情难再去,宏观经济进入稳杠杆, 作为备受关注的基建大年,负债率再度上升的预期增加, 中国央行纵然使出十八般五亿搞大水滴灌, 但货币传导机制和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 房地产这匹狂奔的野马终于有了中场休息的苗头, 在美中贸易战、土地财政、高负债率及社会边际风险的围困下, 这匹野马犹如困兽,进退失去,骑虎难下。 科技创新,是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 但经济结构性问题,以及不利的国际局势, 正在挤压科技企业的生存空间, 长期康波衰退,中期诸格拉见顶,超级债务周期衰退, 三大周期共振,形成跌宕险峻之势。 在美中贸易战的大扰动中, 中国上演了一场供给侧空间与名司机时间之间的惊险对决。 2019年,中国也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变局。 可以预计,美中贸易战、全球债务问题、 美国金融周期顶部、经济高杠杆、楼市高泡沫、 制造业高成本将成为影响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六大灰犀牛。 回看这十年,中美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于美中贸易战,中国精英阶层出现了集体误判。 最开始认为川普不敢也不会这么做, 毕竟川普是商人出身, 在全球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间大打贸易战, 必然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然而,当川普真这么干时, 中国社会一片愕然。 或许,中国精英高估了中国之与美国的价值, 也印证了一个经济学理论, 国家实力取决于进口而非出口。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国今天遇到的国际挑战, 实际上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 已经埋下了伏笔。 只是过去这十年, 中国忽视了这场经济危机对美国社会, 乃至对全球化局势的改变。 这场危机爆发, 至今不过十余年时间, 但可以肯定的是, 它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化进程。 这场经济危机, 导致欧美世界民粹主义泛起, 传统政客势力大受削弱。 金融危机之后, 占领华尔街的运动爆发, 美国底层民众控诉财政部拿着纳税人的钱, 救济贪得无厌的华尔街大佬, 控诉美联储为这些引发金融危机的金融机构兜底, 控诉联邦政府让金融机构赚得盆满钵满, 而无视美国制造业凋零, 工厂倒闭, 工人失业。 以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界, 社会精英, 对这场经济危机, 以及全球化问题, 做了深刻反思。 美国人将这场经济危机的责任, 归咎于美国建制派, 传统政客, 社会精英, 金融大佬。 实际上, 早在小布什时期, 联邦政府就已经意识到了, 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 是华尔街赚得波满盆满, 而铁锈地带, 则房草栖息, 工厂凋零。 于是, 联邦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 提出了再造美国梦的计划, 让美国人人有房子住。 这个时候, 传统政客, 美联储, 华尔街再次默契配合, 先是美联储大幅度下调利率, 释放流动性, 支持民众贷款。 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 华尔街金融机构, 则大量发放刺激贷款, 让底层民众买房。 同时, 联邦政府站出来做隐性担保, 联邦旗下的房地美, 房利美两家全美最大的, 住房贷款抵押公司, 负责收购, 金融机构的贷款合同, 然后打包到, 金融市场上销售。 如果一旦发生危机, 美联储又为这些金融机构, 充当最后贷款人。 但是, 房地产和经济过热, 引起了美联储的警惕, 处于对通胀目标负责。 美联储于2005年, 开始加息, 一些刺激贷款, 逐渐违约, 到了2007年, 次级贷款崩盘, 雷曼兄弟面临破产, 危难关头。 雷曼找到了美国财政部部长, 和美联储主席作东, 请来了高盛、 花旗等华尔街大佬, 希望后者给予救助。 大佬们考虑对冲基金利益, 而选择了放弃。 最终雷曼兄弟破产, 金融危机爆发。 在美国精英们看来, 全球化下, 经济结构失衡, 是经济危机产生, 及美国社会矛盾的根源。 这种不平衡, 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凋零, 与华尔街的报复, 并让美国产生了, 严重的社会矛盾。 但是, 这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自从1980年代, 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强势加息, 打造强势美元之后, 美国借里根大循环, 重新找到了一种领导全球化的方式, 即一种强美元、强金融、强科技的全球化游戏规则, 即金融资本主义。 这是一种资本账户, 获利丰厚, 经常账户不断恶化的吃衡模式。 强美元、强金融, 必然导致美国高贸易赤字, 高政府负债。 在这种规则之下, 美国的金融企业、科技企业, 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 美国建制派、传统政客, 也是乐见其成。 中国成为美国的工厂, 源源不断地输送廉价商品。 中国赚取大量外汇后, 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 将美元输送回美国。 美国金融界和商业界, 享受着廉价美元的便利, 在全球投资获利。 如此, 中国制造正好与美国建制派, 金融界、商业界形成利益互补, 构成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大循环。 但是, 在这一大循环中, 美国的制造业, 以及底层民众, 则遭遇不幸。 所以, 经济结构失衡, 一旦触发了社会矛盾的阈止, 美国社会, 就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 来扭转这一局面。 美国选民开始把票, 投给跟过去不一样的总统, 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 趁机上台。 但是, 选民们没想到的是, 奥巴马也是一位传统政客。 到了2016年, 美国民众, 忍无可忍, 彻底抛弃了, 传统政客希拉里, 支持了最不像总统的, 川普逆袭上尉。 川普现象, 实际上是全球经济自由主义, 与美国民主政治之间, 冲突的结果。 2008年, 金融危机之后的这十年, 中国超越了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成为美国, 最大的贸易伙伴, 超越了日本, 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手握全球最多的, 美元外汇储备。 所以, 川普开始, 向中国人发难。 他表示, 美国之所以工厂倒闭, 工人失业, 是因为中国人抢走了, 美国人的生意和工作。 美国, 之所以高贸易赤字, 是因为中国人利用低汇率, 高补贴, 刺激了出口, 赚取了, 大量美元外汇。 美国之所以政府高负债, 是因为中国人, 赚走了美元, 然后买了美债, 成了美国, 最大的债主。 值得注意的是, 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美国两党两院的政治立场, 出其一致, 甚至对中国最了解, 最宽容的美国商业界, 也占到了中国的对立面。 其实, 深层次的动因是, 一方面, 川普打压中国, 自然可以获取政治资本。 另一方面, 他试图从根本上, 扭转经济结构失衡的被动局面, 重新制定, 全球化游戏规则, 试图建立一个, 零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的, 自由贸易区, 也正在修订, 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那么, 中国经济为何会走到, 如此被动的局面? 过去40年, 中国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把最好走的路, 都走完了, 剩下的路, 将会越来越难走。 在国际上, 中国享受了全球化红利, 技术外溢红利, 在国内, 中国享受了人口, 环境, 法律等红利, 但在可见的未来, 这些红利都将减少甚至消失。 总结过去40年的经验,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 中国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那中国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从何而来? 从人口统计来看, 1965至1975年, 是生育高峰期, 这批人正好是这40年的劳动主力, 这部分劳动群体, 数量大, 由于历史性原因, 上面抚养的老人不多, 由于生孩政策的原因, 下面抚养的小孩, 也不多, 干活的人多, 需要抚养的人少, 人为的创造了人口红利。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执行了最为严苛生孩政策, 政策诉求, 并非源于所谓的, 马尔萨斯人口主义, 而是服务于, 经济利益的现实选择, 少生孩子多种树, 更准确地理解, 应该是少生孩子多干活, 生出了人口红利, 干出了中国制造。 此外, 计划经济留下来的低薪制度, 以及1994年, 惠改建立了定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也是劳动力, 价格低廉的制度性因素。 从1978年到2008年, 中国使用强制生育制度, 汇率制度及计划管制, 维持了廉价劳动力优势, 从而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 提高了出口创汇能力。 以此为代价, 中国成为了制造业大国和创汇大国。 如今生育政策创造的人口红利, 逐渐演变为经济上的代际结构性冲突。 这波人口峰值, 维持了中国经济40年高增长, 如今经济最原本的动力开始衰退。 劳动力的减少造成的直接结果, 就是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 人口决定经济长周期, 是经济增长最为朴素而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人为创造的巨大人口红利, 实际上是透支了劳动力资源, 中国选择了一条最好走的路, 也是一条透支之路。 过去十年, 政府、商业银行、国有企业、 制造业、房地产、基建, 都是货币宽松的受益者, 也是廉价资本的创造者或使用者。 这六大主体, 共同着力于中国的投资拉动事业。 中国举国体制, 与投资拉动, 具有天然的契合效应。 地方政府通过国有土地, 获得融资收入, 这就是土地财政。 严格上说, 就是土地金融。 政府在国有银行和国有城投公司之间, 扮演着微妙的角色, 构建了非完全市场化的廉价资本循环。 但是, 随着投资, 边际收益率下降, 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快速累积, 经济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愈加被动。 前30年, 中国使用生涯政策、 产业政策、 低薪制度、 油管制的汇率制度, 以及对环境问题的包容机制, 维持了持续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商品优势, 成就了制造业大国、 出口大国和创汇大国。 后10年, 中国使用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汇率制度、 资本管制制度、 国有企业制度、 土地国有制度、 房地产市场化制度等, 共同维持廉价资本和宽松货币, 促进基建、 房地产和制造业大规模投资, 拉动经济增长。 但是, 不管是廉价劳动力还是廉价资本, 中国并没有形成要促自由流通的市场机制。 举国体制持续介入市场, 最终导致二元经济结构愈发严重。 一个是国有垄断的市场, 高利润、 高收益、 弱竞争、 享有资本、 劳动力、 信息、 土地等资源的 便利性和廉价性, 一个是私人竞争的市场, 利润低、 竞争激烈, 资本、 劳动力、 信息等成本极高。 当年, 商品流通领域的二元结构问题导致价格闯关失败, 市场的力量最终一举击溃了价格结构性的屏障。 而今, 资本和土地的二元结构问题导致金融市场沟壑纵横, 经济空心化、 泡沫化、 低效化极为突出, 金融价值虚无主义, 肆意蔓延, 货币宽紧政策的切换周期中, 资本以助币税的方式向国有垄断市场集中。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 中国原有的道路模式将面临挑战,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汇率政策、 产权制度、 金融制度等独立性, 以及施政效果受到限制。 过去40年, 把好走的路都走完, 能透支的都已透支, 各种红利逐渐消失, 经济结构转型, 及技术升级艰难, 劳动力、 资本等要素, 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 投资、 出口与消费动力减退, 宏观经济换到下行, 进入历史性周期。 随着国际资本, 与汇率市场的自由化, 资产价格居高不下的, 房地产风险加剧, 金融市场、 制造业、 外汇储备以及国有企业, 都将面临, 国际市场的冲击。 所以, 我们认为2019年中国行走到了百年未有制变局的历史关口。